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这是我要 也是让你想 当然你会立刻会想 我一定是股票 买哪一个股票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不是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投资 或许你会想 这样的话 那一定是我的孩子的教育 没有错 这个是 我们也得要小心的是什么 我投资在我孩子 我是盼望他将来长大 我的这些回收呢 这个是我父母亲 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他们是移民的第一代 来为的是我的孩子会好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丢都在孩子上面 这个是好的投资 没有错 给孩子的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但是另外一个好的投资是 彼此我们的婚烟 然后享受 然后美好的回忆 这都是非常值得的 最有值得的 让我对我来讲 儿女的教育 还有留下美好的回忆 这是非常值得 那我今天就不多讲这些 然后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 可以可不可以炒股 炒股 这个投资跟投机是不是 有没有差别 的确是有 这个是 这个是 那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房子 让钱来滚钱 没有错 真正的富裕 真正的富裕不是你我在那里在赚那个钱 当你的钱在替你在做 在赚钱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富裕 那这个是 当然一定会有风险 这个分散投资 你如果都是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城市里面买 这个购买 这种一样的那种 然后你觉得当初以为是 这样子一定会赚 或者是一窝蜂的 别人去买这个股 我也去 这个就是很小心 因为我们圣经里面也提到了 不要贪心 这个是一个贪这个字 甚至夫妻都会彼此都被这个吸引住 所以保持你要这个分散的投资 这个英文就叫 不要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万一你跌倒了 这个所有的蛋都破了 最近这个对我两天前 我不小心一核弹就打掉在地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那任何时候有这种 这种高回报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带着一个 所谓的这种 是不是可能 高回报 一定是有这种 低风险高回报 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时候 就要小心这一个事情 那当然中年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就停在这里 但是 谢谢观看